这群人的成员妮克 日前为了感谢老婆Ashley 给对方送上了一个惊喜 他认为在这段婚姻中 应该要为另一半尽力付出 就会获得更多 因此他趁着老婆洗澡时 偷偷打开对方的手机 把购物车中的商品都买下了 妮克发现老婆的购物车内 除了精品、化妆品等 大部分商品其实都是家庭所需 让他十分感动 他坦言自己是生活白痴 家中所有事情都由老婆负责 因此想要好好感谢对方 不过妮克计算金额时 发现总额高达138万元 于是删除了85万元的包包 最终花了53万元 Ashley回到家看到一堆箱子时 还以为是老公要恶整自己 了解事情真相后不禁吐槽 老公用自己的手机结账 那么刷的就是自己的卡 妮克则急忙解释到 自己真的准备了钱 影片不关后 望我们分分大散 妮克真的是好老公 果然别人的老公总是不会让人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